第14個女生 所有居民都感染病毒 歌星張國榮在中環墮樓四號 歌星張國榮晚上在中環一間酒店墮樓身亡 終年46歲 警方說, 張國榮晚上6點多, 在中環文華東方酒店, 由高層平台跌落樓之後, 被送到瑪麗醫院, 他多位親友都到醫院了解情況, 警方說, 在他身上找到的遺書, 說死是跟感情有關。 我和我不顧一切, 將一生青春犧牲, 及何旺歸。 張國榮在70年代參加歌唱比賽得到亞軍, 盡身樂壇。 由你很高興, 不知道何時後再有溫響。 最受歡迎藍歌手和榮譽大獎等。 為你中情, 傾摸枝線, 請你珍藏, 正奔情, 從未兌任, 傾訴你 一生首次 盡頭身性 望你答應 而她的一生就在四十六歲終結 是我天生多情 方及愛情 欣少少在於我送溫暖 我是听我家里人说的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 他说张国龙今天晚上 在那个文化酒店给你跳下来了 我说真的还假的 他说真的新闻都报道出来了 然后我一听我就把上来了 真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就很激烂的 就是眼泪都流下来了 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 终于晴天幽美为你 勇着你当初温庆在涌眼 心里面同志希望你呼应 今天我与你有诗坚并且 当年轻浅 在黑时天上向心思 一望你眼泪温庆已通电 心里面从前没有一点未改变 今天我与你有诗坚并且 没有人要交变 摇 raise来 再或许多気 Initiat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